大家好,我是让学习一边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前段时间我国的深舟13号飞船成功的发射进驻了太空 王亚平女士也作为我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迈出了舱外行走的第一步 那么整个过程我也是有关注的 包括像发射现场和出舱的直播画面 真的是非常震撼 航空航天领域逐步的强大 可以说为我们国家的高速发展 画下了非常浓重色彩的一笔 因为发射一个火箭所涉及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要考虑它的耐热性耐压性 还有一些重量的因素 比如说它能不能上天呢 费不费燃料啊 那费燃料的话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燃料 种种种种问题 那有的同学就问了说张老师 那我是有航天梦想的 我就想从事这个行业 那我就要考北航 好家伙呢一股脑子全往北航冲 你说肯定有人就不一定考得上去 对不对 那朋友们 航空航天类的院校呢 也是有其他选择的啊 你就说我们原航空航天部的直属高校 哪一所实力它都不懂小区 我们可以看到啊 航空航天部的高校名字 还是让人一目了然的 除了像西北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 其他的校名都很直接的 写了航空航天这几个字 知道这些部级直属高校都有哪些吗 评论区里的老粉可以活跃起来 参与讨论 我们下期解着聊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 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 咱们关期间 在评论区气 曹专栏 一些课程学生 团队